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文宣部主任 韓祐文 潘浩勳 將對十歲的青年 台南去台北市政府的大廳 抗議看文帖 十歲青年 包庇縱容統促黨 看文帖還把這年30票的中央 說在會你 競爭五齊機 在會你修改一會有限發的 這個法款的規定 我請問 如果什麼事情30票的中央 算你這個青年是有什麼時候要來的 再來 新港府跟警察局 他們都聲明說他們協准 配准統促黨 十歲青年那天 競爭中國國勤的時間五點前 但是 你看文帖 你接下來說 你這個警察駁回申請 警察如果知道這是政治性的活動 當然駁回申請啊 你看文帖不知道說 一年十歲青年 統促黨就是利用 綜合的名義 來辦競爭中國國勤的事 你看文帖都不知道嗎 你是在睡嗎 還有 台人 也將對說 這個規見會 副發言人 學姐 他說 這個 回應台人 他說 這個 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嚴正執法 還有這個 公園處也依法開罰 台人也提出五點幾個 我要請問 這個副發言人 我要請問學姐 第一點 新港府 只要我們回家 不用付行政政令嗎 第二點 市政府只要付2400元 有到台北拆頭的簽結會 跟拔運武台費用嗎 第三點 建官處 在統促黨 擔任 擔任一天之後 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要回應說 只要是違憲 就要拆掉 請問 統促黨在10月前 那天武台打好了 你們有人去現場看嗎 有人去走動嗎 有人去檢視說 他不能打武台嗎 第四點 那天現場有 將軍加稱名的警察會 外官市調來台北市 你看問題 你都不知道嗎 警察三次拿牌子 才能夠強制驅離 為什麼那天拿四次牌子 可以讓白人張安樂 順順利利來演講帥 又帶大家來唱 中國共產黨的國歌 第五點 台北市政府的檢討報告有出來嗎 你的檢討報告 先是要公佈 所有的市民 讓我們台灣人民知道 你知道嗎 洪靖穎學姐 台南拿出五點這期 你如果沒辦法回答的話 我看你這 發言人家不用三次了 做花品好了 還有 在後禮拜拜三以前 台北市政府 沒有台南這個回應 台南一定會合照 我們的市民 我們的民眾 去台北市政府的門口 農贏 在這裡感謝大家